Hello大家好,今想和大家講講 有一宗政府官員的宣誓案審結 高院法官說這種公務員的行為 支持了要求改革的呼聲 另外,連烏克蘭都承認烏冬的局面危殆 而基辛格就叫烏克蘭各地求和 不過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就仍然死撐 美國氣象學家羅倫茲163年 在一篇提交給紐約科學院的論文當中 講到蝴蝶效應 一隻蝴蝶在南美洲亞馬遜森林拍役 去起兩個星期之後 引起美國德州的一場龍捲風 這個就所謂蝴蝶效應了 5月14日 中央為了回應美國的亞太繳局 和俄羅斯一起起日本海上空 以中俄光炸機組成聯隊進行戰略巡航 這個是國會戰爭開始來 首次有國家和俄羅斯聯合軍演 自然大大鼓舞了俄羅斯的士氣 這隻蝴蝶起日本上空拍役 遠在歐洲的烏克蘭戰場 馬上捲起風暴 亦是5月24日 俄光在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 發動全面進攻 對烏克蘭而言烏東局勢極其危殆 頓巴斯地區包括頓涅茨克 和盧金斯克兩個大區 烏克蘭稱之為州 而俄羅斯就已經承認這兩個地方 是兩個獨立的共和國 現在的焦點才放在盧金斯克 俄光向盧金斯克發動總攻 引起全面收復盧金斯克的前夕 就如早前全面攻陷南部大城市 馬里烏波爾那樣 俄軍正中攻勢 集中在盧金斯克地區的 最後一個烏克蘭守軍的抵抗區 一步一步包圍仍然死守當地的烏克蘭政府軍 俄軍從三個方向包圍烏軍控制的 頓涅茨河東西兩岸的雙子城 即是北涅茨克市和利塞陽斯克市 連烏克蘭國防部發言人莫圖茨雅尼克也承認 東部戰線的局勢非常困難 可能會決定整個烏克蘭的命運 烏軍還說單是在5月14日 在頓巴斯地區就擊退了俄軍九次進攻 俄軍用飛機、火箭、大炮、逼擊炮、導彈全面攻擊 烏克蘭的盧金斯克州長蓋戴就在社交媒體上說 隨著俄斯軍隊向前推進並且攻佔越來越多的土地 他們的處境就跟南部城市馬里乌波爾一樣 而且每個小事都在惡化 俄軍的心想完全摧毀北頓涅茨克市 其實北頓涅茨克市和利塞陽斯克市的命運早已註定 他們就像馬里乌波爾市一樣 最後會被俄軍全面包圍和攻陷 俄軍全面收穫勞金斯克之後就會轉向頓涅茨克 而整個烏冬收入俄羅斯手中看來只是時間問題 前面有郭茉英基辛格已經看透了沃蘭的局勢 5月13日基辛格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時候 敦促美國和西方國家不要令俄羅斯在沃蘭問題上含有尷尬的失敗 重新警告這可能會對歐洲的長期穩定帶來不利的影響 基辛格強調西方國家需要牢記俄羅斯對歐洲的重要性 不要給當下的情緒左右 基辛格認為為了避免造成難以應對的動盪和緊張局面 談判應該在兩個月內開始進行 理想的情況下俄羅斯邊界應該恢復原狀 如果超過這一點令戰爭繼續下去 就不再為沃蘭的自由而知 而是一場針對俄羅斯本身的新戰爭 基辛格同時表示希望沃蘭人能夠以智慧來匹配他們所表現出來的英雄主義 基辛格的表態有些地方比較模糊 但美國的紐約時報和英國的每日電信報都直接認為基辛格所說的恢復2月份戰爭開始前的沃蘭邊界 就是要求沃蘭、避免俄羅斯對南部克里米亞地區的主權 和烏東遁裂持一共和國和勞金斯一共和國的主權地位 外媒解讀基辛格敦促沃蘭各地求和 一日之後沃蘭總統扎蓮斯基就在25日一段講話中 直接將基辛格關於沃蘭邊界恢復原狀的提議 形容為修正政策 即是懷有政策 澤林斯基說基辛格從遙遠的過去浮現出來 華烏蘭的領土部分應該交給俄羅斯 基辛格的日曆不是2022年而是1938年 澤林斯基口中的1938年是指茂尼克協定 當然英國和法國為了避免戰爭爆發 犧牲捷克斯洛法克的利益 將蘇台德地區割讓給納粹德國 澤林斯基說那些偉大的地緣政治人士 總是不願意看到普通人 他們提議用來換取虛假和平的領土上面 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正在實際生活 你的眼裡必須要有人民 澤林斯基還誓言將沃蘭戰鬥到奪回所有領土 當我們看到俄羅斯表現出希望終止流血戰爭 轉向外交談判的意願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行外交談判了 烏克蘭多的政府高層都對新加坡破口大罵 說不能夠讓步 認為只要透過西方的制裁和烏軍的戰鬥 烏克蘭就能夠取得最後勝利 講到這裡可以先做一個總結 第一 俄軍收縮戰線到烏克蘭東部和南部之後 正一步步取得戰果 盧金斯克即將全面由俄軍控制 烏軍在戰刺上面一步一步失利 第二 烏克蘭的想法並不現實 西方的制裁對俄羅斯的效用有限 結果只是令全世界 捱高油價和高糧價 要窮國的人陪葬 第三 基辛格看到烏克蘭陷入敗局 百百賠償人命 好人相勸 叫他們和談 但是現實上好人難做 他自己就成為戰靶了 基辛格其實是一個務實的外交家 因為他知道在國際舞台上面 只講強弱 是講不清對錯的 他建議烏克蘭要面對現實 另外想講講一種公務員宣誓的案件 天日超超案 一個高級環境督察 去年政府要求簽署公務員 擁護基因法和效忠特區的聲明的時候 簽上天日超超四的字 公務員事務局就視他為拒簽 勒令他提早退休 他就入院法庭 申請司法覆核許可 想推翻政府的決定 案件就在5月24日審結 外交法官高雄民也認為 司法覆核全無理據 拒絕批出覆核許可 正如案件和法官的判辭 揭露了部分公務員的問題 可惜傳媒報導不多 外界關注甚少 先看看事件的經過 司法覆核許可申請人胡德仁 任職公務員超過30年 他在去年1月受到政府發出要求簽署效忠聲明的時候 向所受的環保署先後寫了29份便棧 要求處方交代要簽署聲明的法理依據 處方交代了法律條文 胡德仁仍然指對方沒有交代 更在多份便棧上定下死線要求對方回覆 死線監管之後 胡德仁又再傳真給處方 例如押後死線一個小時 要求在下午4點50分前回覆等等 到了去年2月23日 胡德仁就在聲明書上簽署 天日超超四個字 環保署其實就諮詢了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 視胡德仁為拒絕簽署 但仍然給他書面解釋的機會 但是胡德仁在信中再重複指向環保署 並且寫上何失之災四字作為回應 高文法官的判詞有幾個重點 第一天日超超是口號不是簽名 雖然胡德仁向法庭申請的時候 堅稱這個是他的簽名 並聲稱有其他文件上面都用過這個簽名 包括一些小額前在審裁署的文件 不過高文法官並不接納天日超超是簽名 又說天日超超為人所熟悉 是宋朝名將岳飛被斬首前的遺言 意思是形容自己有良知光明正大 這個是口號而不是簽名 第二政府要求恰當簽署 高文法官說政府在聲明書上已經要求 需要恰當簽署 胡德仁雖然指稱政府沒有明確要求簽署的方式 但是高文法官就認為 這個不是政策或者法律問題 而是常識問題 部門必定有權限根據常識 決定簽署是否恰當 胡德仁以岳飛的遺言作簽名 似乎由此至終故意模糊複雜化簽署聲明的要求 高文法官在審訊的時候已經指出 按常理而言天日超超不是簽名 如果你不運用常理就要後果自負 第三公務員的行事方式 揭示了部分公務員的問題 高文法官說申請人的環保署上司 已經指現出非凡的耐性和容忍 高文法官判詞中原則完美地貼出胡啟仁寫的幾份信棧 要用信棧永長重複 而且用上連串古老語言和法律用語 他說申請人作為一個公務員 但他的信件有時是一片無法穿越的文字重臨 需要一把編輯用的開山刀 劈了貿密和令人窄色的滋末 才有夢理解文字背後有沒有隱藏一些理據 高法官說如果一個公務員可以這樣行事和書寫 仍然可以保住工作的話 就凸顯了公營部門和私人市場的紅溝 他又說這種例子說可以支持 有人提出改革公務員體系的呼聲 高文法官認為申請人的理據無一成立 拒絕司法覆核許可的申請 而申請人要求法庭不要頒下重費的指示 法官也都拒絕 說案件完全地徹底地沒有理據 判申請人需要支付政府一方的重費 這個司法覆核申請和高文法官的判詞 暴露了部分公務員的問題 第一,公務員基於個人的政治訴求 違抗政府的命令 第二,抗命不止還自以為很有理據 做入品作用司法覆核的許可申請 第三,如果政府體系內充斥著這些政見激進 自以為是的公務員 經常和政府對著幹 還引用了大堆法律語言 或者指鹿圍馬這些典故 和嘗試對抗政府 又不能夠炒他們魷魚的話 這個政府根本沒有辦法運作 而涉案這個環保督察的行事方式 充分反映了一些政治上路的公務員 怎樣利用體制的空隙去對抗政府 如果這些人在處理公務的時候 亦都用同樣的方法的話 既會因為他的政治偏見影響 不能夠公正地服務市民 亦都因為他們會以文字重臨的方式 和人溝通,玩死上司 和他要服務的市民 這個環境督察的事例恐怕只是冰山的一角 內界政府應該詳細看看高屋民法官的判詞 審視有沒有需要改革公務員制度 正本清源清除部分公務員的偏見 定好想法制度 將體制內的語血清除 令政府可以更好為市民提供高效的服務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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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